有绝世好女友称后的唐思荣 早前为好姐妹黄翠鱼搞生日会 但焦点竟然落在嘉宾之一的洪永城身上 事关网民对于Tony和旧爱思荣同场非常激动 还搏行宝线叫他们复合 思荣这天出节活动时就叫大家要冷静点 这个也是他想约的一个人 我当然也会帮他约他 大家不要那么疯狂 冷静点 所以我觉得可以尊重我们这段这么宝贵的友谊 因为我们也很珍惜 觉得做PR真的很厉害 他头头都痛 因为约人是一件事 去哪里吃是一件事 他喜欢吃什么是一件事 然后大家吃不吃又是一件事 我每一次都跟自己说不要再搞 但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搞的了 我就发现原来 因为你看到他很开心 我又觉得好吧不要紧要 因为有时候很难得 遇到一班朋友吃饭 那个聚会很难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辛苦一点都应该要去做 经常都说珠宝是女人的一物 难怪这天 施永带着八千万的首饰时这么兴奋 他还跟大家分享 人生第一件首饰是哪个送 我人生第一个珠宝是我妈妈 她有一对钻石的耳環 我带到现在 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珠宝 所以小时候我就会 看我妈妈这些 对 我常常会看她戴很多 很多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戴 小时候不明白 然后戴过了 发现了戴上身后 真的不同了 你有收过男朋友送给你的珠宝首饰吗 我想如果我再收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我老公 施永一向爱心爆烦 家里已经养了两只猫猫 最近还有新成员加入 不过近日其中一只爱猫病了 令施永很担心 她说幸好两只猫都很有爱 令她很安慰 她们从来都不是很亲密 还有我那只猫 她从来都不喜欢 就是她不喜欢有东西在她旁边黏着 她连我都不是好 总之她会走过来黏着我 一会儿她就走了 只有她过来 她不会过去的 这十几年都是 那天因为那只猫 去完医院 我就很担心 我回到她 另外那只看着我 我就说你真的要看着她 帮我 然后我就进房做东西 然后出来之后 我看到她两个就在梳化上 对啊 我那一刻其实有 我出现拍照 还有我那一刻真的有 有想哭的这种冲动 因为觉得 他们真是 很有 灵性 对啊 有时候可能我们都 我们都缺乏 或者忽略了这些 但他们反而 他们这一刻 就很感受到那个爱